天啊 真的是被骂包骂翻了 原本好端端开心出国去玩 怎么变成空中监狱呢 新宇航空出什么事 这回出包吐车了 民众骂翻了 他的很多人买了机票 结果发生问题 为什么呢 原来这回遇到了超大的一个侧风 重飞三次 结果都降不下来 总而言之 整个航班大delay 而且一团乱乱糟糟 调度延误了七个小时 落地又搬闭搬 搞到人家这个机场 都销尽时间都过了 那机上宣布 全额要退钱要退费 但是大家火销不下来 因为真的当场的这个危机处理 有问题 很多民众骂翻了 因为他们虽然是有发睡袋 但是这个有发水 但席地而睡这个状况也很不好 旅客滞留成田机场 留这么久 有人说他七个小时都没有吃东西 肚子都饿扁了啦 整个状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混乱 后来传出消息 张鬼伟也亲上火线来救火 搭红眼连航现身机场 来做第一线的一个危机处理 新宇航空发生这么严重的一个 delay延误的事件 大批的旅客困了七个小时 困在机舱 最后因为是日本成田机场的宵禁时间 是没有办法回台湾 乘客又只得下机领睡袋 好 直接扑在地上 睡在机场 这么种种离谱夸张的 一连串的失误 不止现场民众骂翻骂包 网友也惊呆觉得离谱至极 那刚提到新宇航空的董事长张国伟 在星天一大早 他也搭了这个红眼连航现身机场 向所有旅客来道歉了 不少乘客痛骂 新宇你们的危机处理实在很糟糕 飞机上民众情绪大爆发 表骂空服员因为班机delay 但却不说明清楚 也不能下飞机 原本有精品航空称号的新宇航空 遭乘客很酸变成空中监狱 好可怕 新宇ZX800原本5月6日中午12点多 要降落日本成田机场 但受侧风严重影响 转降民谷屋机场加油 过程三度重飞 最后晚间7点多才平安落地 延误7小时 啊 终于降落了 在落地前他会经过一个 丘陵的地形 所以其实每年在这个春夏交际的时候 的确在成田机场附近的风 是非常诡异而且是乱的 不过我飞完之后 我的手也抽筋了 天后音速民众能体谅 但却带来后续航班一团乱 ZX801原定下午1点45分起飞 延迟宣布并入ZX803 结果飞机出问题 机主人员超时搬机一言再言 才导致乘客失控 最后因为已过机场 宵禁时间无法飞 旅客不爽被关机舱七小时 他们的这种软机处理是真的不行 因为我刚刚过什么 我还要糟糕 欣宇发税带302名乘客 机场过夜画面曝光 不少民众只喊夸张 欣宇也承诺会全额退费 去日一早 K董张国伟也到日本 成田机场安抚旅客情绪 欣宇派了A321 但只能容纳180人 让受影响乘客分流回来 但因为搬机卡日本 也导致原定欣宇 往返洛杉矶的航班 通通延误 事件让欣宇形象大大扩分 危机处理 更被外界打上大问号 这杨世旭杨宗彦 刘志展台北报道 持续来关心新宇航空 因为航班旅客并搬问题 导致东京飞台北的航班 机组员工作超时 所以没有办法起飞 然后又因为日本东京 成田机场过午夜起宵禁 只是导致了 全机300位的旅客 睡在成田机场 三个候机室大地铺 旅客抱怨连连 根据了媒体的报道 交通不明航局 获得这个状况之后 决定在8号 就要约谈 新宇航空的高层主管 请他们来说清楚 整件事情的发生经过 如果有违反了 民航法相关的规定 将会给予处分 另外这一次被滞留的旅客 大约有300多位 而新宇损失的金额 也高达570万元 不过这个事件 也让他的商业严重崩坏 后续的损失恐怕难以估损 好 不过其实这回 东京抢风导致了 新宇航空两架的飞机 被卡在了成田机场 动弹不得 连带影响了昨晚预定 飞往洛杉矶的 班机的挺飞 很多的旅客 非常的抱怨 带您来致敬 目前新宇航空 因为受到东京的强放 变成有两架飞机 停留在成田机场 因为调度的问题 导致昨天晚间 预定在11点40分 起飞的洛杉矶航班 也连带延误 旅客在后机室等候安排 听到飞机延后要到明天起飞 有一名旅客当场情绪失控 一位女性游客表示 整个晚上根本没有看到飞机 刚刚才讲不能飞 而且理由一直换 另外一位男性表示 他赶着要去美国开会 而且还是自己先帮公司垫钱 可以知道凌晨12点半 幸宇航空安排台湾籍的旅客 先领出行李 然后搭计程车回家 而外籍旅客则是安排住在旅馆 至于在日本等候回台湾的旅客 滞留在机场的画面也曝光 一个强风导致两架飞机 在日本动弹不得连带影响到 飞往洛杉矶的航班 也凸显新宇航空飞机数量不足 因此无法应付突发的状况 新宇航空董事长张国伟 在今天一大早到日本 亲自向旅客来道歉 他说陈田机场本来 同意在竞销时间来开拓礼 让飞机能够在凌晨0点30分前来飞 但是结果机时都到了 陈田机场却突然的反悔 造成了旅客只能够在航下 铺睡袋来过夜 而张国伟也承诺说 在今天的下午4点钟 要让所有旅客都能够回到台湾 而稍后有更多即时的讯息 随时也带你来了解 先变点关心 生意是做满的啦 那当然有我们自己的 那个今天的八百的飞机嘛 那有些有转长龙 我们就尽其所能的 让大家赶快回到这边来啦 4点多之前应该是 所有人都可以回来 在这边还是 跟所有的社会大众说不好意思 这次会在内部再做检讨 就是来回就是都 全部都卫服啦 我们会退钱给 给所有的旅客 不是只有这一段 我们就是当初他去日本的那段 也都一并都就是把他弄掉了 我想这个也是业界有史以来 第一次吧